耶 台北市長蔣灣拿著飛鏢瞄準劍拔 一鍵一鍵射出 最終還是沒能贏得了少年對手 台北市建成綜合大樓開幕啟用 蔣灣擔任開幕嘉賓與少年體驗室內設施 除此之外也參觀長輩的畫作 分享他們的人生 我們九鳳雕無聲 達台民安 下面有後平安 還有採訪湖天大家完結時間到了 第二點 軍延下水吸血好 終於外面的媽媽將會這樣 整體我們的幾天 過去幾天都很去瞬間 很關心關懷 還在洗滾 電子不夠有的 把我頭的不要這樣照電 他這樣無名不太多 要這樣照顧自己 要這樣照顧 感謝你 謝謝 阿嬤 這是什麼 對喔 這是那個 本女生 本女生 我們在這裡在開 你每天都有拜拜喔 有 我們這裡在開那個 萊爾夫 萊爾夫 我一個人是作殺 作殺 我才是別人看齊那是作殺 我認識 白不認識 真的有白不認識 對 跟市長報告一下 跟市長報告一下 狄愛玉鼓勃他是失智 他是失智狀態 但是老師的領導 結果他畫出他的回憶 就是成績 他是透過採蜂 再養活一個家庭 這棟坐落在台北市建成公園旁的社福大樓 多功能空間 擴增服務對象 提供照顧兒少 身心障礙者 老人與社區家庭服務 光能里長 辦公室也設置在此 與居民一同關心社區大小事 這一棟大樓 其實我們的徐副局長最清楚 徐副局長其實站起來 他十年前長這個樣子 十年後他也長這樣子 在十年前我們就提案提這一棟大樓要成為社會福利大樓 終於在十年後的完成 在這十年當中要特別的感謝光能里的各位鄉親父老年輕朋友 包括很多的小朋友的支持跟建議 這一位也是我們光能里的現代藝術家 他很不容易他不僅得到這個獎項得了之後就到美國去生長 那他將就是現代的藝術美學結合銅錢 古時候的銅錢他寫了一本書 那也請各位長官還有我最好的朋友曾宇還有洛芳還有秉甫采薇 我也給予我們光能里再多多的支持跟鼓勵 我們歷經三年總共耗資5.2億 在跨局處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今天能夠正式的開幕 我想這座大樓不只是造福我們大同區許多的市民朋友 對於台北市來講更是指標性的意義 我們在這棟綜合大樓裡不只是有公共托育 有老人社區關懷據點 包括有區民活動中心 有少年服務中心 有育兒資源賠力中心 還有為生長者提供的服務設施 當然還有禮辦 我想相關社福的單位 我們能夠讓他服務地方照顧里民 都進駐在這棟綜合大樓 所以未來也提供所有市民朋友一站式的服務 也免去民眾舟車勞頓的辛勞 所以我們希望把市政的服務提升到更好的地步 那另外其實我要非常感謝 包括我們在地的里長 一直以來提供我們很多的建議 也反映我們地方鄉親的心聲 以及需求 也謝謝我們議員們給予的支持 不管在預算經費或是在整體的規劃上面 我想都扮演非常好的溝通橋樑 當然也要謝謝我們市府跨局處 以及所有施工的團隊 能夠克服了在疫情期間缺工缺料的問題 能夠今天順利的完工 我想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 通力合作 才能見證今天建成綜合大樓的開幕 我們社府團隊一直以來 對於育兒政策 對於高齡樂齡長輩的照顧 是我們施政很重要的重點 所以不管是我們推出的催生助養好助 希望能夠讓年輕夫妻 年輕的爸媽 不後負只有在職場打拼 同樣的我們對於樂齡長者 也提供這樣子相關的社福資源的投入 而且我們也提出提供24小時 這個緊急救援系統 以及簡易的修繕服務 也就是因應現在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希望透過居家簡單的設施 能夠避免長輩發生任何意外 或不小心跌倒 這都是我們很貼心的服務 我們都希望能夠想得更多 想得更遠 蔣灣也提到 後續會評估各區適合改綜合大樓的地方 不見得只是一區一洞 只要有需要盡力提供 讓民眾有感的福利服務 記者溫俊 張啟騰 台北報導